自美国交通部拒绝了中国航司的增航请求后 众多从美国复华的游客 只能默默地承受着高昂的票价 而最近又传来一个新的噩耗 恐怕高昂的票价不会降 航行的时间还要斗增几个小时 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俄乌战争 美国航空公司无法飞越俄罗斯领空 美国航空公司往返亚洲时 为了绕开俄罗斯 增加了更多的里程数和时间 与此同时大多数亚洲和中东的航空公司 仍可飞越俄罗斯领空 相同航线外国航司 在时间和票价上都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这下美国航空公司可不乐意了 于是这几家开通国际航线的美国航司 联合起来开始向白宫和国会施压 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要求平等对待 比如让尚未被禁止 进入俄罗斯领空的国家的外国航空公司 同样也受到和美国航空公司相同的限制 清一色的绕飞俄罗斯领空 这样的限制就意味着 中美之间的航班 为了绕开俄罗斯领空 飞行时长会增加至18个小时 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 自3月19号起 美国政府开始考虑 禁止中国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领空 目前美国交通运输部正在计划 对中国航空公司使用俄罗斯领空禁飞令 上周拜登政府的三名官员就告诉纽约时报 美国正考虑对中国航空公司 和其他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司实施禁令 去年二月战争爆发后 乌克兰的几个盟友 出于对乘客安全的担忧 决定停止使用俄罗斯领空 但是许多国家仍在使用俄罗斯领空 以方便飞行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 禁用俄罗斯领空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美国航空公司的业务 一位美国官员上个月断言 在往返美国的航班上 使用俄罗斯领空的外国航空公司 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 比美国航空公司获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 贸易组织美国航空公司的发言人声称 该组织希望拜登政府采取行动 确保飞越俄罗斯的外国航空公司 不会离开降落或过境美国机场 由于这些限制 美国航空公司每年集体损失了 将近2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 该组织认为 东航、爱联酋航空和印度航空等航司 最近的业务蓬勃发展 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此类限制 说起美国政府考虑禁止 赴美航班使用俄罗斯领空 已经讨论了有一段时间 早到二月底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就敦促华府 禁止中国或其他非本地航空公司旗下的美国航班 飞越俄罗斯领空 路透社当时的报道称 该委员会主席 民中党参议员梅嫩德斯 及委员会共和党首席代表李施 致函美国政府 敦促应确保往来美国的航班 不会途经俄罗斯的领空 报道引述信件称 两人亦鼓励政府 强烈并公开的劝阻美国人 公民及拥有居民乘坐飞机飞越俄罗斯的领土 二人在信件中还以亲俄分子2014年 击落满航班机为例 指出美国人飞越俄罗斯领空存在真实的风险 又指政府应采取积极行动 保护公民免受影响 切断俄方资金来源 并解决本地航空公司处于竞争劣势的现象 所以假如白宫最终真的决定 对所有航司飞抵美国的航线 都实施了禁用俄罗斯领空的指令 那对于富华旅客来讲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对此有业内的专业人士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 除了中国的内地的航空公司 以及香港的国泰航空外 印度航空公司 阿联酋航空 卡塔尔航空等也都在使用俄罗斯领空 如果美国交通部只针对中国航空公司做特别规定 那这区别对待的意味实在太过明显 对于中美的航班来说 如果真的政策实施 限制飞越俄罗斯领空 那么所有的美东航线可能都需要调整 比如东航的MU587 MU588 纽约至上海的往返航班 南航CZ600 CZ699 纽约至广州的往返航班 这些航线是否会改从美西城市出发 或者为了迎合政策 而不得不飞一个舍尽求远的航线呢 将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方向 但无论如何调整 居住在美东的华人 回国时长 一定会因为这个飞行禁令的实施 而大幅增加 并且还有一点我们要考虑到 那就是一旦美国发出了限制 邻国加拿大大概率也会跟上 那加东多伦多出发的航班 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如此一来 牵一发而动全身 目前拜登政府 包括美国国务院和交通部 暂时并没有对这项诉求 做正式的表态 我们只能持续关注和追踪 该事件的发展 希望这个禁令最终不会成真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